歡迎收看WT的節目 我是莎莎 歡迎收看WT的節目 在台灣啊 你住久了 常常都會聽到台灣人 在抱怨東 抱怨西 覺得台灣就是個 在這邊呢 生活不開心 環境也不好 什麼都不好 但是最近有了一個報導說 日本人有票選 他們覺得他們 台灣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想跟台灣 台灣真的沒有這麼差好不好 我覺得台灣很棒啊 對啊 而且我每次出國回來 我都覺得好開心 我也是 因為像我之前去日本 兩個多禮拜 然後每天都在雪地裡 然後我去很鄉下的地方 沒有 對 而且台灣的服務態度 不是好到你會害怕 就是親切啦 對 因為有時候日本會太多 對 但台灣就是剛剛好 對 然後環境就是也很舒服 我很喜歡 今天告訴大家 台灣有多好 好 接下來讓新住民跟你們說好不好 好 你們覺得台灣是鬼島嗎 是的話舉圈 不是的話舉差 判例喔... 你可以出去了 所以你們聽不懂的 你可以再問一遍嗎 我再說一次喔 你們覺得是鬼島的話舉差 你們覺得是嗎 還是你們的那個 阿福你搞不懂 大家知道鬼島的意思是什麼 知道他們知道 沒關係 我覺得每個人意見不一樣 是OK 你看大家的意見 阿福你為什麼舉圈呢 你可以再回一點嗎 為什麼 好 沒事... 我們很願意聽 很有意見 那我為什麼說是全 是因為我覺得台灣 對 我覺得工作太累 然後那個又生活 可以就是享受得 可以放鬆是太少 所以工作很辛苦 生活很累 對 然後可能跟日本比台灣 真的是更好 是比日本更好一點 但是跟歐洲比 我覺得這邊 真的是很可憐 而且是從小孩子的時候 就開始 你看 你積歲 你要到那個幼稚園 你就是要開始數學 開始英文對不對 我們那邊幼稚園就是玩啊 對 而且下課還要再去 各個補習班保 是不是 還有要體清 還有探鋼器 哪一個三歲的小朋友 自己想去探鋼器對不對 是... 是... 然後之後長大了 然後就是工作 要工作要工作要工作 然後又是錢又很少 然後工作 世界很長 然後壓力很大 我覺得真的是很可憐 真的 有時候看到小學生書包好重 現在小學生你不用背了 都拿行鋼器 對... 跟孔姐一樣 他說好可憐喔 就不到幾歲 每一個都戴眼鏡 對 好恐怖 然後放學 就是跟著老師一起去安親班 都不能回家或是去公園玩 就好可憐 我認譚你這個 我贊成... 因為我覺得很棒... 但是... 我在台灣念書大學的時候呢 反而是我那些台灣的同學 一直都說是個鬼島 反而是朋友 對 為什麼台灣人不能接受就是... 我們沒有插到那樣 但大家就覺得自己很插 對 就是覺得我們沒有... 我們真的沒有很好 其實他們聽不出來 就說我沒有很漂亮 我真的沒... 其實我一直聽不出來 他一百分鐘說前一天沒念書 對...有什麼消息 我覺得台灣有很多優點 就是像是 就是我第一次 看到的水果也不少 像白香果啊 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 還有芭樂 芭樂也是 對 日本也沒有 第一次吃的時候 就連怎麼吃也不知道 我把那個 白香果的裡面的籽 全部都丟掉 對... 真的嗎 那還可以吃 有些皮 皮... 皮... 皮很硬的 好吃嗎... 我覺得就是台灣 是很安全的地方 因為對法國人來說 就是滿重要的議題 因為就在法國 是真的不太安全的地方 對 所以就一個人可以出去 坐計程車啊 網上可以出去玩啊 一個女生來說 有安全感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法國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而且 所以台灣也很方便 因為什麼都開 所以就不會覺得 而且很近 對 很近 因為別的地方 台灣小小的就很近 對 什麼都有 就是一郊路都有 別的地方都可以走 因為現在的香港其實 從那個大陸自由行 人多 因為地方本來就是小小的嘛 你人一多 不是更急了嗎 你很多租金也是很貴 所以變成那些 很有特色的小店 都倒了 或者是很有名的餐廳 吃牛腩粉 魚蛋麵的那種 都會倒了 變成是賣那種 金的 化妝的 賣藥局的 就變成是這樣 可是你只要 香港來到台灣旅行 你會看到 以前香港有 可是已經沒有 來到台灣找回來了 就是那種文化的保育 反正就是有香港特色的東西 慢慢就不見了 可是來到台灣 又覺得 怎麼這個東西那麼眼熟 我好像少時候有看到 以前是 可能很簡單的事情 已經沒有了 台灣不可能是一個歸島 所以對韓國人來講 剛剛阿福哥說 什麼學生很可憐 然後上班就很辛苦 但是我們韓國人是 更可怕的 生活壓力更大 對 學生是 我就說十一點 十二點 沒有 我們是三點 四點 睡覺一兩個小時 如果是你睡 三個小時以上的話 你就 高中嗎 對 韓國人很可怕 之前很荒謬 是我看到韓國的新聞 就是韓國政府明令頒發說 補習班要提早休息 讓孩子有多一點的休息 提早早到早 十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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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到幾點 好慘喔 台灣的 台灣客服班七八點 我都覺得很晚 十一點 而且還是提早 而且另外一個是 台灣的薪水其實沒有很高 然後台灣 但是台灣人是都 比如說我是賺三萬 或是四萬五萬 都會滿足自己的生活 然後生活那個自己的 用這個錢生活嘛 一個月賺四萬算很不錯了 對 但是韓國人是 我現在三萬 不行 我達到一個年紀之前 一定要四萬 一定要五萬 氣增心就對了 對 然後比如說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如果是我開車 是國產車 那差不多三十歲的時候 你的車子一定要 大一點 或怎麼樣 如果沒有的話 出來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你最近開什麼車的時候 我還在 還跟我說你要在 那些 韓國很可怕 對 對 所以就一定要 你可以去淘寶買假鑰匙啊 說 我之前有 我之前有 我之前去那個月市 買那個破全的那個打火機 對 打火機機 然後就後方吃飯的時候 打火機放 然後就 你去台灣得出 然後就說 我幫你點火 對 所以韓國人說 很大... 就韓國人覺得是 你現在幾歲 你一定要達到一個幾歲的樣子 再多大 也是你的財力更所謂 好可憐喔 好 那我想再問更仔細 就是如果是滿分一百分的話 你們認為台灣生活 你們會打幾分呢 給... 謝謝... 謝謝 真的還謝謝 不要裝上啦 對啊 真的 好...第一個 我覺得台灣的那個 基本上的... 基本都是做得很好 生活技能都還OK 是不是 對 我就是要講這個 對 對 有民主 有自由 有安全 這三個已經是... 已經夠了對不對 對 其他的沒有也沒有關係 我覺得 然後你們的健保系統 是全世界拍的前幾名的 超級好 絕對前三名 對 是不是 然後你們的接運 我上次看一個報告 他是全世界 第一名 對 台北 台北接運 是... 第一名 對 是不是 又乾淨 又快 又方便 對 都是非常... 講得我屁股越來越高 對 等一下 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三十分沒有 OK 好... 就不用說了... 沒有啦... 還是要... 不要三十分講很久 沒有...我講快一點 就是回到我剛剛前面講過的 我覺得 我覺得 這個是我對台灣的教育系統 我是很...很失望 就是你看第一個 你要穿字符 你這是一個號碼 對不對 你如果進去 每個都一樣 然後考試 要是學東西都一樣 就是要跟老師說什麼 你就是要百分之百扣比他的 不能有自己想法 是不是 你在考試的時候 你就是要百分百 不然沒有 你就是被扣分 真的 他就是扒他 你已經砍起來每個都一樣 頭髮也一樣 好像笑阿兵哥 你像工廠做出來的歌 對不對 就是機器人... 然後做出來 然後跟哪些大老闆 他也有便宜的跟你們上班 他們很會聽話 對 都是聽老師 聽阿嬤 聽媽媽的 現在是聽老闆 對不對 沒有什麼要求 就... 對不對 沒有什麼個人話 所以我覺得每次來這邊 看你們哪些藝人 我都覺得 你們是跟通常的台灣人不一樣 你們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 你們把第三節課才醒來 對啊 對啊 只有三個第三節課才醒來 對... 我覺得你們真的是比較像 我們西方那邊的人 所以我是滿喜歡 只是這樣子 台灣的小朋友真的很可憐 而且你到時候 你長大了 你出來 你就是根本沒有什麼 什麼個人的個性嘛 我覺得以前 我們如果想法太多 老師會覺得你是來找嗎 對... 你太多人了 我主觀意思都是壞小 就像我們會被框框框住 然後久了就習慣 就踏不出那個框框 然後我們都很叛逆 麻煩就是聰明的 真的 對 傻的老師 那我就直接說到 我為什麼扣20分 缺點 好 不用前面講那個 好 沒有啦 不用講了 我跟阿福其實一樣 也是教育 扣掉20分 就是台灣教育的 而且她的女兒最起碼 可以去歐洲學校 我的孩子都在當地的學校 為什麼 為什麼 你住大安區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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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啦 她只有一個孩子 假設我只有一個孩子 也許會坐跟她一樣 有可能 對 而且我也只要一條褲子 我只要一手褲子 就這位 她裡面內力也只有一件 對 所以 好 歐洲學校一個學期是多少錢 爸爸 是你才才付錢 沒有 三... 我就好像三十字付錢 三十幾喔 差不多啦 差不多啦 對 那我有兩個孩子 會破產啦 因為我現在 我是不是班的老師 我很喜歡我的學生 可是我覺得 他們真的是 而且有一點像阿福說的 但是 這個要怪媒體 因為有時候那個新聞 實在是莫名其妙 因為會有一些很大的 國際的事情 他們不知道 可是台灣的新聞說 老阿伯在這條街 他的十塊錢 掉到水溝裡面了 怎麼辦呢 打卡 然後他一直進去 真的 三十幾 掉進去 我們還會有延伸報導喔 就是說 你說用鐵絲比較好呢 還是用線比較好呢 還是用盤子比較好呢 我們還有專訪 沒錯 這個會一直重複... 像最近那個韓國瑜 我也喜歡他 可是每次打開電視都是這樣 對 我不用看他 對啊 好 那我... 因為真的台灣真的是很不錯 只是缺少推銷 所以我想請大家 如果你今天是台灣的觀光大使的話 你會怎麼推薦台灣的 推的方式 可能是比較無聊的德國人 會... 會... 覺得... 重要的 沒事... 所以我排的也是蠻無聊的 先講一下 看一下... 嗨 大家好 我是阿福 我們德國都是零下不知道幾度 每天都在下大雪 喔 很不舒服了 所以 No.1的原因 一定要來台灣就是 喔 你看... Blue Sky 不來 自己活該 除了喜歡太陽之外 還喜歡什麼 就是要 on time 所以我現在在哪裡 你看... 我在你們漂亮 又準時的 又便宜的 MRT 就是你們的捷運 我覺得台灣的公共交通 做得非常的成功 不管是高鐵 或者是你們的MRT 都是非常非常準時 你看 又安全 又準時 我覺得 這個是台灣 也是No.1 德國人也不懂得吃 那我們一天到晚都是吃什麼 沒錯 主角 是不是 你們以為德國人主角 是最好吃的主角嗎 錯了 你要真真好吃的主角 你就是要來台灣 最後 我還要加一個 我覺得比前面那幾個都 總要太多了 就是支援回首 我覺得這個在台灣 也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你看這裡 東西這麼多 你可以丟 還有衣服 還有鞋子 反正你什麼都可以丟 所以你這邊 你只要把你的東西 帶到這邊來 然後裡面還有人幫 我覺得這個 也是超級幫 就是要愛護地球 好吧 今天就到這邊 你們可能會覺得 今天阿富介紹的東西 有點奇怪 但是 但是我就是阿富 一定要奇怪一點 好的 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很好 這是在地台灣人 才會知道的東西 所以真的是把台灣 就是最...大家最喜歡 日常的那個角落 我介紹給 那我們待會兒 請大家評鑑一下 好 你們覺得哪一個影片 是拍得最好 你們要細細幫我們評鑑一下 OK 那現在成為台灣的觀光大師 是 因為我是以前 大概兩三個月一次回韓國 常常回去 然後這幾年 一年可能回去的 次數可能一次或是兩次 所以我很多身邊的韓國朋友 跟我家人也說 台灣這麼好 為什麼都不想回來 所以我後來就跟他們講 台灣多棒 這些原因講 但是 我講不完 真的講到天亮 然後他們很辛苦 我幫我剪很... 他們說不好意思 講到天亮 這麼多 真的 他們說我幫我剪掉 下次來 怎麼辦 我好想看喔 你們都講幾個 好喔 趕快我們來看一下 天亮 天亮 大家好 我是Honey 跟你們分享一下 你們聽完應該很想搬來台灣 我不知道正確的中文 走魚棚或是5點下我不確定 在韓國啊 或是去過很多國家 下魚的時候 真的很難找到一個躲魚的地方 但是呢 台灣真的到處都有 所以你沒帶雨傘 也是可以走路 或是可以去買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台灣都非常方便的 一個部分 我去年在冬天韓國的時候 哇 江南喔 江南 那個是很大的度數 是嗎 哇 我在那邊攔計程車 快一個小時 我真的快放掉 又冷又冷 那台灣的話 馬上你可以坐到計程車 所以我覺得計程車 這個也是一個台灣 非常非常地幫忙的地方 來台灣玩 或是搬到台灣 不要再猶豫了 你先過來吧 你一定會愛上台灣 歡迎 好 好 我們上一個 這五道天亮 我講得很多 但是他們說 亨妮不好意思 姐姐 對 因為如果我太久的話 就其他人都沒放過 但我的疑問是 為什麼沒有白天 因為我前面還有講一個睡覺 因為我前面還有講一些自然啊 因為我就說 我這麼煥美 晚上走路很危險的 對 就是很發心意思 發心又愛你 怎麼年紀了 應該有什麼樣的言行句子 對 好 但是影片看起來也很不錯 這個寒假 我發現一個 沒聽過的地方 去爬山非常棒 叫做 美國人好尷尬 第一次自拍就上手 你看這裡 那個小洞 才是一個鏡頭 不會拿就這樣拿 不會這樣拿 而且他覺得很尷尬 就說 我現在在這 等一下 沒有精采的看頭 只有在這裡可以看得到 來了... 這個寒假 我發現一個 沒聽過的地方 去爬山非常棒 叫做 山下的 不是無聊 是 無聊山 無聊山 對 然後這個山 看你願不願意挑戰 因為不是那麼好爬 你看 對 好可怕 可能看得不清楚 但是 中間這裡是一個人 山下的 他在林先生就對了 對 所以其實是有一點危險 他是放雙手嗎 對 他是你兒子嗎 不是 我女兒有趣 但是我覺得 如果喜歡爬山 喜歡挑戰 對 那當然 我不要 可是 我也怕你 喜歡給大自然的朋友 可以去一下 台北妳不要這樣 想妳有了一點年紀 或者無聊的人想我 台北有很棒的地方 可以介紹 來看一下 我今天雖然有 一點點晚起床 可是還在公園 有很多人在運動 很有趣啊 來看喔 有很多人在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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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喜歡來 中正紀念堂的公園 這地方非常的 規劃得很好 對 我也覺得我住附近 規劃得很棒 對 就跟剛才那個阿貝說的 環境很有美 看看 牛金魚 這就是冬天了 可以享受到這麼好的天氣 而且水沒有結冰 哇 妳看 大家看 好難得 遇到一些有認識我的粉絲 很開心 然後他們 剛才我從遠方聽到他們在唱 然後在拉耳鼓 真好聽 可是我一接近說要拍 他們害羞啊 真是啊 可是等一下他們在看一小段 我來拍拍看看 現在很安靜 可是等一下 我有精彩的看頭 我不要告訴你是什麼 但是只有在這裡可以看得到 哇 來了來了來了 來了 很高興認識你 然後很高興看你在這個公園裡面 也是就是中正紀念堂 我就想說你為什麼喜歡來這裡 因為我第一次來台灣 所以來看一下 很好 你選的地點不錯啊 祝福你們旅途愉快 好 謝謝 謝謝你跟我分享 沒問題 好 拜拜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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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講的給朋友還多 對 但我覺得那個也是很在地生活的 對不對 對 我打擾一下下 馬上 你看這裡 那個小洞 它是一個鏡頭 對 就是這裡做鏡頭 因為他是看鏡頭 他只是要一直拿著這樣拿 不會這樣拿而已 而且他覺得很尷尬 就說我現在在這裡 然後他的角度都就是這樣子 對 就是這個角度 對 我們這樣才可愛 我從來沒有自拍過 他不是一直跟他們說 這個我不要做 讓別人... 不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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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太可愛了 就是我介紹的是 我平常很喜歡去的地方 還有台灣 在台灣過年的時候 一定要做的東西 好喔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謝謝 嗨 我今天來到花山 大家來看一下 那這邊 台灣人很喜歡戶外 大家會那個 天氣很好的時候 會出來走一走 對 所以很多小朋友 那我也以前會帶 我的那個小 然後那個貓一起出來 一起出來 台灣 還蠻厲害的貨塊 是就是 人在的地方 都有那個 吃的 就是 台灣味這樣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有賣什麼樣的東西 四種口味 四種口味 對 白燒狗 那我要白燒狗 那我要白燒狗 它裡面是放那個 Fry ice Fry ice 完全沒有涉及的 是 是 芒果 柳橙跟土豬好吃 就是 白燒狗跟芒果只有 一點點涉及 好 好 兩分鐘晚下次它就可以喝了 那應該是過了兩分鐘了 我現在要喝喝看 我現在要喝喝看 有一點加那個氣泡的感覺 但 嗯 很甜很甜 還不錯 不錯的體驗 台灣的購年 一定要買的東西是 這是麻將的 雖然我不太懂麻將 但就是 是還蠻簡單的 如果我中獎的話 到十萬的話 請大家出課 一輪拖獎 六萬 那就是一樣的東西 會 對 就是發就好 我花了2300 我做了7000 耶 新年快樂 拜拜 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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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適合在台灣白財券行 好 好 今天去德國之家 提我出獎 好 所以我今天要推薦的 就是你們泰文人 應該會覺得就是很平常 就沒有特別的東西 但是因為我們在奧利利沒有這樣的地方 那我自己也是覺得很方便 所以 來 要給你們看一下 好 來看一下 好 所以我今天要帶你們去的那個餐廳 就是 這一家 給你們看 而且就是很方便 還是很便利 還是很健康 我覺得 而且我也要給你們看 他們每個禮拜一都有打折 我覺得很厲害 這樣好好吃 好 那我現在要吃一下我剛剛買的那個便當 我給你們看 我要買什麼 那 東西 就是有很多的普通的那個青菜 豆腐 不同的豆腐 就是這個還有 大的 我不知道有 加什麼醬 還是之類的 還有 香菇 我很喜歡 還有 菜也蛋 好 那我們吃看看 這個只是什麼 在裡面 啊真的 好像 讓我的那個口味 好好吃喔 喔 香菇好好吃 而且 有點辣辣的那個味道 好好吃喔 可是我覺得真的在台灣 賣這樣的那個便當 就是很方便 因為你可以自己選擇你要吃什麼 就是 而且是很健康 也是很便宜的 好好吃喔 我們在奧利利 都沒有這樣的一個餐廳 就是那個buffet style 也是很便宜的 很方便 也是很健康的食物 都是vegetarian 還是之類的 那如果你們想要在 我也拿買一個fast food 就是很快可以吃的 還是很便宜的 我覺得很不方便 因為 我們只有那個 香腸 還是麵包 還是 就是真的 可以整個不方便 所以我覺得台灣 對食物真的是一個 超級厲害的地方 感覺很胖 對 所以 安利利人也是喜歡吃東西 還是也是喜歡風景 因為我覺得普遍歐美人 都是比較喜歡風景 大自然 應該是 對啊 但是因為我有 很多的外國的朋友們 他們說他們來台灣的時候 他們很愛吃你的食物 可是他們每次都會變胖 因為他們真的肉還是雜的東西 還是之類的 我們自己也很困擾 對 對 對啊 好累 明明飽了 但是還要再點 對 真的好累 好 因為要拍影片介紹台灣 這裡的強項啊 對 但我還是很困難 因為有太多東西了 所以我就有問我家人 我有特地問我家人說 他們對於台灣的印象是什麼 然後他們就幫我整理了一些點 還好我有做一次 大概做了一次功課 然後我就拍了這個影片 好 一起來欣賞一下 專業的喔 專業的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CCY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再一次再一次 哈囉大家好 我是台灣觀光大使CCY 來自馬來西亞 在那之前我想先問一個問題 我想先問了爸媽 當他們聽到台灣這兩個字的時候 他們會想到什麼呢 明星 這樣你就喜歡誰 林鳳嬌 講星 哥哥對於台灣 聽到台灣兩個字 你講什麼 很多小說 小說抓者都是來自台灣 我的辦法單有點小簡單 今天我想跟大家快速的介紹 台灣 第一夜市 全台灣有四百多間夜市 每間夜市都有他們自己的特色 每間夜市都有他們自己的台灣 道地小吃 有 臭豆腐 東山蚵空洞飯 QQ球 真奶 雞排 花生捲 鹹水雞 蔥油餅 第二 比例商店 台灣的雞排 開24小時 而且什麼功能都有 真的啦 真的啦 什麼功能都有 我沒有騙你啦 台灣的雞排可以 上廁所 買麵蛋 買飲料 買鮮泡咖啡 小費 出資 影印 最後還有後到付款 台灣的北上 你真的是太方便了 什麼都可以做 而且超近周幾步就好了 等一下 你覺得我應該要過馬路 去這個萊爾富豪呢 還是再次有一個全假 你應該去哪個比較好啊 好頭痛喔 第三 台灣人 台灣人 這個是大家講得快要爛的東西 但我還是必須說 台灣人又很有商 又很有禮貌 自然的 這裡就很安全 我現在在檢園站 我們來做個測試好了 我把我的錢包 放在地上 放在這裡 看看會不會有人來拿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個是我的錢包 我們在拍攝 做測試而已 真的嗎 真的喔 好 嚇死我 我剛才想說 我撿起他 我是要拿去警察局 還是要拿去檢園站那邊 喔 小心喔 不要這樣喔 OK 那大家現在有更認識台灣了嗎 欸等一下 先喜歡時間到了 趕快把時間還給鏡頭 好的好的 Roger 好的大家 那我要把鏡頭還給攝影朋友囉 莎莎還給你 GOGOGO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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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教一些長輩怎麼拍影片嗎 這個 鏡頭哪高一點 好 你真的好會喔 好厲害 而且他節奏和梗都很難 我看了我都好想去台灣玩喔 有嗎 有成功介紹到台灣嗎 有 但其實他介紹的 也是很Local 很在地 也沒有什麼太觀光的東西 就是方便 但我必須說 我每次在台灣真的是 好像不見什麼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說 我應該還是找得回來 但是在馬來西亞 我一不見東西我就覺得 放棄了 我就一定是不見了這樣子 對 我的影片沒有CCY的那麼專業 可是我質問說 我這個影片是我歷年來 在這個節目最給力的 我走了我半年份的 樓梯 樓梯 那年份的樓梯 沒錯 這個地方呢 就是除了可以體驗 台灣傳統的文化之外 還可以看到漂亮的風景 所以你快看一下 好 大家好 我是Jerry 我是今天大家的導遊 大家都去哪裡呢 就是來這個 它有個很漂亮的夜景 所以就算不是拜拜的人 也可以來這裡看看喔 這個呢 就是今天要帶大家來看的 全台灣最高最大的土地公 就是在這裡了 上面是一個財神殿 你看這個樓梯 這個 還沒躲完 我要走上去 就是為了 要帶大家來看一下 來了 我這邊現在就是要出發這條樓梯了 蠻好走的 不是那種很難的樓梯 好 我先不講了 因為我覺得我會開始 又來越喘氣 好 上去再跟大家說吧 然後我一直都在想 採用那個 新北市的市長做一下 不建議 可以在這裡帶一個 手扶梯或者是 帶上班車之類的有沒有 然後 這樣子多一個景點嘛 你看如果我今天帶著大家來 走路走到六十號湖的 大家都不想好了 不過剛剛那個帥氣的樓梯之後 我們終於來到 鴻如地的正殿了 這個廟福特色的地方就是看到 你看 你家在哪裡 有找到嗎 我看到1013那邊 而且很多行李都會在這裡 我們要這樣約會喔 我們來到這個裡面了 這是什麼 這個就是 大錢的話 有錢 把我給他裝大錢 那是什麼 就是要把這個 很快 投進去 這個圓寶 這個圓寶 然後 他就會 快一點小心 把我給他整個一點 收好之後呢 要摸它 有沒有看到這個圓寶 要摸到光 所以如果大家來到台灣 一定要來這個蝴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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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現在的很多廟已經先進到 你可以刷悠遊卡 十次喔 對 不用丟真的錢 超棒 而且那個行樓梯 你爬了多久 我爬了應該有 好精準 很辛苦 因為它有兩條樓梯 這條是比較長 比較高的 然後要到 但是很值得 而且之前行樓梯還有半路跑 對 如果妳贏的話還有個金牌 神明的金牌 給妳 我不要 這就馬上就不要了 立馬 對 這也是很在地的 可是我有點不甘願大家看 因為剛剛太產業了 我就覺得我不要跟大家看 可是我還是覺得是很棒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覺得 外國人雖然可能第一次會怕 但一定會去 機房必備品 平時搭配衛生棉 我們就是要買一個綠色的 乖乖放在那邊 鎮住那些機器 後來沒多久 我又看到乖乖旁邊 多了衛生棉 怎麼會 原來這個也有意思 就是 那接下來黎美妳有拍影片 對 可是我有點不甘願跟大家看 因為剛剛太產業 我就覺得我不要跟大家看 剛剛覺得妳也拍得很好 可是我還是覺得是很棒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覺得 外國人雖然可能第一次會怕 但一定要去 好 來看一下 哈囉 大家可以猜不到我在那裡嗎 我就是在日朝邊 對 大王很有名的地方 可以吃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美食 然後你們看 你們看 可以有那麼多的菜 一百多個吧 然後其實有一般我看不太懂 我覺得都好吃 然後我真的是多喜歡的 然後給你們看我今天點了什麼 道菜 就是有炒跟那個蒜頭一起 真的很棒 然後這邊有 那可能多外國人會覺得有點怕怕的 但真的要試試看 因為真的真的好吃 然後這邊還有 黑腸 怕怕了嗎 其實很好吃 我等一下吃給你們看 然後最後一個是 東福 然後你們看 它真的真的好吃是不是 好 那它有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 就是 台灣的平球 吃法甜 是最清爽 最好喝的 很食物之如草 然後 什麼都很好吃 而且都很高地 然後 都很台灣的味道 所以是 一盡量去試試看 好 那我現在來試試看皮蛋 你看它有點QQ的感覺 但是吃起來真的好吃 好吃 也是很好吃 然後最後一頓是 這邊是有豆腐 給你們看 哇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真的要來試試看 台灣的熱燥 就是 台灣的一個特色 然後 真的好吃 台灣的美食有多好 你們也要來這邊吃吃看 你們就會知道了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剛剛在影片裡面 已經了解 在熱炒店家 然後又在家了 好好吃 所以你們都喜歡熱炒店嗎 喜歡 所以我覺得它是便宜又好吃 對 我覺得大家影片都拍得很好 那接下來煩惱就是三位了 對啊 你們覺得誰的影片拍得 真的很棒 很用心 很適合當 因為叫他們選 第一名跟第二名 因為第一名一定是他 不公平嘛 大家專家 真的也有一點 直接選第二名 那我們七星外 就先不要在這個範圍裡面 你去講一下嘛 你去講一下 我拍得很好 他拍得真的太厲害了 我們都拍不出這麼好 所以你們覺得其他人 誰的你們覺得真的很不錯 宣傳到台灣 適合當光光打 其實我很喜歡阿福的 因為我覺得他講到了很多 真的是在這邊生活過的人 然後知道台灣的優點 然後可以推薦給 想要來台灣居住的目標 就是生活的小細節 對 我個人就是要看說 到底誰是發自內心 真的很愛台灣 然後再... 然後我覺得就是 因為高雄都請冰冰姐嘛 對 然後我覺得台灣可以請珊珊姐 我這麼爛的技術 不是...太可愛了 然後他有一點害羞 然後所以我覺得其實他... 他擔任台灣的... 台灣的觀光大使的時候 他會把整個感覺放出去 給大家知道 讓大家知道說他在台灣很... 是很安全 很舒服 然後很開心 穿帥機 穿帥機 好 我這個人 這個很講究所謂的那個 價值很高的 就是他付出了多少努力 所以一定要給這個揭寧 他光爬樓梯就掛點心了 謝謝... 那是樓梯之高 那是樓梯之高 很感動... 對 而且又有夜景 又是台灣的文化 真的 對 謝謝 對 但其實真的 我真的要發自內心說 我覺得 因為這些這個是 你平常看旅遊書不會有的 對 部落客也不會有 說細細歪的 然後其他這個 都是在地 來這邊生活很久才會知道 謝謝你們 把台灣的美告訴大家 謝謝你們 謝謝 然後其實真的 台灣有一些奇怪 是我們覺得很正常啊 但是你們剛來的時候 覺得很奇怪 但慢慢的就被同化了 就是這個 一開始看到這個就很奇怪 雞房必備品 平時搭配衛生棉 我們都是要買一個綠色的 乖乖放在那邊 後來沒多久 我又看到乖乖旁邊 多了衛生棉 怎麼會呢 原來這個也有意思喔 就是 有沒有這種事 一開始覺得奇怪 最後慢慢的習慣了 對 就是這個 一開始看到這個就很奇怪 用零食來拜拜 那相關都用什麼代表 香港初二十六 做生意的不是都會拜拜嗎 對 其實也有 可是我們都是用 用真的食材 對 真的煮啊 真的喔 然後第二個 我覺得奇怪就是 我那個剛上班 第一個禮拜吧 然後我就發現那個 放電腦那個機器房裡面 有幾包 淋嘴 那個乖乖 乖乖 對啊 那很重要 我就覺得以為是那個 同事 漏掉啦 他應該要帶走 我就跟那個電腦部的 那個主管說 好像是有人 零食沒有拿走 對 有沒有拿到 他說不是 我們就是要買一個綠色的 乖乖放在那邊 一定要綠色 對 為什麼 對 為什麼 不知道 我們劇場也是都放棄 他的意思是說 他有跟我解釋 因為我幫他為什麼嘛 就好像 紅綠燈 紅色的燈 你不是要停住嗎 你綠燈都是很順的 對 很順利 你其實就偶爾當機嘛 對 他是真的意思 後來沒多久 我又看到乖乖旁邊 多了一包什麼 就是 衛生棉 是夜用的衛生棉 夜用 你說大片的 還加長 加長的 再很寬的 對啊 對啊 我們自己用的衛生棉 乖乖喔 旁邊一包衛生棉 怎麼會夜用 原來這個也有意思喔 就是 所以一直能拿那個牌子 對 然後要夜用的 因為他也是要 鎮住那個機器 那個不要給那個 電腦的什麼壞掉 所以要擺放一個衛生棉 夜用不是又比較長嗎 對 你就可以鎮住那個機器 你那個流量很順的 順順的 很大 可是你靠得住 好強喔 他是整包嗎 還是要把它拆開來 三包 三包 你三包乖乖 旁邊都三包夜用 是沒有用過的 所以這個台灣人很有創意 特別的習俗 不奇怪的是 台灣人 對 愛加一 加一 到底台灣人什麼事情 愛加一 讓日本人 深受騎擾呢 WTO WTO 唱歌囉 各位 大家好 我是來自美國的Brian 今天我想教大家一個 比較實用的便宜 那這個便宜什麼時候可以用呢 就是比如說 如果有什麼事情太巧了 實在太巧了 怎麼會那麼剛剛好 你可以講這一句 它的意思就是 這是民眾 這是民眾主定的 或是說 他就是 也不可能就是巧合而已 他一定是有什麼樣的緣分 所以如果你是剛好在早上 又看到一個人 晚上又遇到他 可能你們兩個在一起就是 Ridden in the stars 謝謝 謝謝 不習慣的是 台灣人 對 愛加一 加一 對 是台灣人覺得 所以每次都 帶來很多很多很多朋友 一起來 我一開始覺得非常不習慣 就是我跟男朋友約會 然後他說去海邊一起玩 然後我很開心的去 然後結果到海邊的時候 發現 十次 超愛吃 超愛吃 超愛吃的 超愛吃的 對 還有又一次是 我家跟男朋友一起吃飯 然後他想找有些朋友來 所以是四個人吃飯嘛 然後我也有煮飯 然後那時候 就是另外兩個朋友 開始打電話給其他朋友 然後我在雖叫南京附近 要不要來 然後就越來越多人來 然後結果是我家 很小的一間 就是有十家人 然後我類似的是 哪一個 對 然後我一直在那邊煮飯 然後就朋友們說 飯沒了什麼 然後煮飯很可憐喔 對 就這樣很不習慣 對 所以我們覺得我加一 你加一 他加一加 加一加就變十幾個 對 但是這樣你不覺得 有時候滿好的嗎 就會認識更多朋友 現在他是可以 但是以前是覺得就是 原話是兩塊的東西這樣子 對對對 好的 所以真的 台灣有很多小確信 是在生活當中 不要再說我們住在鬼島 台灣是寶島 其實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來我們今天節目會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快來幫我們按讚 加訂閱 拜託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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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拜託